全球馬匹準備抖擋二場賽事五班千四 雨勢沒有投場這麼大 這場就少少少少 超自然 九號馬正式宣布退出 馬匹就入閘了 但王騎還未舉起 王騎舉起 隨時起步 開閘時前面快些 見到很多隻吉利馬王佔先 在外面金錢炮 王眼罩第三位是嘉信 萊蘭第四粉紅衣又怒怒發 中間行運有 外面電訊大炮最出還有喜之聲 再後多小才看到魔幻神進 齊齊開心 尾四樽樽落到尾三 走入萊蘭保羅威 白鼻枯 尾二大行程 包了最後出集中一鐘 就是掌握時機 接近這個香港體育軟環 前面帶頭的馬是金錢炮 跟著第二位喜之聲 內蘭第三吉利馬王 第四位的馬就是嘉信王眼罩 最後第五位內蘭露露發 拍著橙色眼罩 第六位還有電訊大炮 後多小的馬 行運有魔幻神進 入面齊齊健康拍著 外面津津樂道 後面三隻 保羅威威大行程 包了最後就是掌握時機 入正直路 前面金錢炮 接來一個新位吉利馬王 進佔第二位 見到中間喜之聲 黃眼罩就嘉信追 最後有個露露發 外面上多少就是齊齊健康的馬 繞到最後百多米 透出的馬就是黃眼罩這隻嘉信 內蘭就金錢炮 再見到在外面齊齊健康上緊 馬林中間粉紅衣 還有露露發 後一點才有樽樽落到電訊大炮的馬 接近終點 嘉信爺馬 跑第二名齊齊健康 第三名金錢炮 第四名電訊大炮 結果這場賽事 最後這隻嘉信的飛數都來得相當急勁 接下來第四位直路上面超越一些 擺在前面力藥的馬 而齊齊健康衝上來 原本就貼難的 踏出去追 金錢炮就跑第三 電訊大炮跑第四 羅里亞 投場跑第二 這場保重了 嘉信 臨尾只剩下四倍 齊齊健康 打一打 日保Q 我責要 第三 就是蔣家琦 金錢炮 第四 黎海榮的電訊大炮 七五 十號 十二號 臨尾的飛數真的重要 只剩下四個開 不過駱菲幾隻都表現不錯 起碼十都在 說金錢炮 時間同樣的 是很慢的 但是步速又不是很慢 直路那個地應該慢得很厲害 回來看看我們的預計派彩跑 第一名就是七號的嘉信 獨棄派四十個半 位置十六個半 第二名是五號的齊齊健康 位置派五十一元 第三 第三就是十號的金錢炮 位置只剩下三十元 連人位五答七十一元 四百七十一元 三門載 七號 五號 十號順序派八千一百二十八元 單天五七十一元 一千五百四十四元 位置Q 五答七派一百四十一元 七答十一元 七答十一元 五答十一元 二百八十一元 李二達 今季第十三場頭馬 三選一 預計派彩 A1 隔夜二門十九元 這隻駕駛 也很硬 這隻駕駛 還有一些飛 那他贏了很多五班馬 這個馬房 減到這麼少馬 其實這隻落到幾個班 都算誇張 還減到 我們說輕 輕一點 才贏 四分三馬位 不知道可能贏完 還在這個班 四連環五七十十二 派四千零 四十四元 死蟲彩 七五十十二 派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二 炒飯糕 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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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累積頭馬去到第十三輪 李爾達 羅利亞都不錯 頭兩場,一隻飛鞭,一隻就是加信 一輪,一個第二 你趁著這部份四六五的馬 有些跑不到應有的水準 這些五班就好硬盡 守到好位 粉紅胎也有搭配 剛才也有說過,和人馬上架起 上一次也有接近 好了,看看回覆榜 一二七 沒問題 好,看看巡邏影片 好了,起步了 大家都算是幾齊 縮著來跑就保羅威威 和大行程、掌握時機那幾隻 前面,入面貼欄 貼欄就吉利馬王 他旁邊是駕信埋來先 外擋白衣王寶金錢炮 都是猜到他走的 開邊還有一隻 就是喜之聲 在第二位 中間橙眼製的電信大炮 貼欄就像魯魯法 跟著魯魯法那隻行運友 外面黑衣熊就魔幻神進 跟著就齊齊健康 一直都騎著 津津樂道 寶羅威威在尾三 尾以大行程 到尾掌握時機 津津樂道 似乎地的適應性 真是一般 在他旁邊都齊齊健康 你看他的姿態相對地輕鬆很多 沿途都看到 莫雷拉要握著握著 魔幻神進也是 很早已經見到 毛詩二又開邊 這樣刺激他 但還是沒有反應 後面追上來 只是齊齊健康 比較厲害 其餘都是在前面鬥 直到金錢炮 走掉了一點 但是駕馨幾步就怕上來 路路發這些位置 其實騎上去沒有 好像失望一些 電信大炮 追上去沒有前置那麼好 其他真的沒什麼特別 是隻行運友 現在貼藍的那隻 他都真的近一點 這些飛下下來 都不是說沒有原因 好啦 福榜完畢 位置Q5搭7入派141元 7搭10入派74元 5搭10派287元 組合狀營三選一 是A1的隔夜業門 又派19元 還有4連環 57012 又派4044元 四重採7號5號10號12號 順序79682元 看馬寶 2搭7的正獎 排558元 如果是2搭5的安慰獎 只有215.5元 分段也是直路那段好慢 13秒87 22秒37 然後23秒56 抹斷24秒43 總時間就是1分24秒23 慢過 比方時間是1秒半